能够监住正念 随顺觉醒 时刻觉察 觉照 那么处处都是道场 一切世间法皆是藏英颇原所生 我们在因上努力 首先要端正知见 清静牲口一山叶 才能理苦得乐 你看那个天主教的神父 那个修女 你看那个样子 不同的宗教 你看那个名字就知道是好人 有的牧师也真的很辛苦 有的朵清也很用心 甚至有的道长也很专修 但是包括我们自己佛教一样 总是有一些不大理想的 我们就希望那个不理想的 他懂得忏悔 重新出发 希望好的不要堕落 当然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振兴的力量 也希望我们从我们台湾本身 我们台湾的这个家庭社会 大家心里面有一种振兴的 振兴的力量 不然不行 现在小学什么 以前的礼仪廉词也都不教了 这二十几年功力主义抬头 搞得很奇怪 差不多两年 最少两年就一次 大家比赛的话动算动算动算 这个很糟糕 对不对 而且比赛什么呢 比赛都在想拼竞技 前一阵为了中华民国全国体育总会长张朝火 他们要成立一个 显塞的孝心洗脚大会 正式要另外成立一个协会 我们开筹备会 这个 就刚刚讲的这个阿嬷 喜荣淑 还有前一任的中华会的黄石臣 都来了 请他讲话 他讲到手插腰 八十岁还很可爱 这样插着腰挺胸 他讲到怎样 想都不可以抹 现在是政策 我最有材料跟抹 全都在拼的经济 全都在拼的经济 全都在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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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拼的 都在拼的 土兰国 大家 保抵的钱 对的都 炸东党后面 拼这种经济 你就看 利益人士都没在拼 孩子都没拼 没拼 现在来天下台乱 每个人都能善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才能将佛法的利益 分享给更多人 十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